到水域 那结果下去之后 两发现化垃圾就像个垃圾长 直接在潮汐挡队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 蛮惨的 联合国报告指出 人类每年制造90亿吨塑胶 却只有9%被回收 生态浩劫 我们应该怎么避免 人类必须改变浪费和过渡消费的习惯 不随意丢弃垃圾 污染自然环境 换给海洋 每个人都会必要 我们会同堡的 我们会同堡的 假设你喝了一点气水 它气水上面有一个瓶盖 那它怎么 那我可以同堡感受 谁可以说你 就是右官 每次都是右官 那其他的人 你也知道前面就想 没有人到 还请就发尴尬 没人到 就发尴尬 那 那个 有时候过了一瓶颈颈 然后上次就丢掉 然后后来就一直 飘到海洋那边 然后 它飘飘飘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尾头 然后就会以为是 它的湿度 然后结果它就 吃下来做 差不多哦 老师再帮你补充一下 其实有可能 好 我们喝完了 喝完了这个 汽水 然后咧 把它水手 丢在里面 水手放在里面 你没有丢去 没有水手 水手把它丢到里面去 结果咧 下一瓶 那这个房子里 就会怎样 就是水溝 最后面咧 从水溝怎样 就知道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在床盆里面怎样 就知道哪里 海洋 海洋 对 就知道大海 那它在大海的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瓶盖 就跟它的瓶子 怎么样 混入了 有可能它 在海里撞起 或者是刚刚说的 海浪的冲击 然后一生就会活力 然后瓶盖 就会滴 最后面 有什么瓜 就把它当作 小 你怎样 吃下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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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